大家好呀,五一快乐呀 今天呢是参观朋友的娃柜系列第二集 是一位新的小伙伴,我们叫他老鱼 老鱼给我们带来的这只娃呢 叫做混乱熊与安迪 大家看一下这个娃的画风 大概就能知道 老鱼的收藏片后呢 一共有三个词 复杂,欧峰和粉绿 然后现在在视频里展示的这一只呢 就是占了复杂和欧峰这两个关键词 是一只看起来裙子非常华丽 然后还带了一只看起来毛色很好的一只小熊的一个娃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老鱼吧 老鱼是一个我见过的最厉害的 就是收藏维多利亚丝绸最全的一个收藏家 就是颈线我见过的哈 有一只叫Tresher财富的维多利亚娃娃 可能好多人见都没有见过 它都拥有了 不过大家也不用担心啦 以后肯定有机会能够见到的 跟昨天包子的娃柜相比 老鱼的娃柜就可以深刻的让你感受到什么叫做有钱 就可以为所欲为 大家看一下视频里面的这只小Wendy的裙子上面的蹄花 怎么来形容这个娃呢 就是一看就很贵 这只娃娃给我的第一印象是 它有一点18世纪的欧洲宫廷风 就有一点维多利亚丝绸的那个系列的感觉 但是如果用维多利亚丝绸边外人员来形容它呢 就未免对人家的价格也太不尊重了 这只娃娃肯定是比大部分的维多利亚丝绸系列要贵的 现在老鱼给我们展示了一下这个娃娃自带的一个帽子 有蕾丝花边 然后所有的边都是被丝绸包裹起来的 昨天我问老鱼这个娃的出处的时候 老鱼提了一下 看我能不能聊一下那个小熊 就是这个熊叫超斯贝尔 但我没有找到具体的出处 我也问了其他的小伙伴 他们也不是很清楚这个小熊的来源到底是什么 玩亚娃的小伙伴应该都大概知道有一些亚娃会配一些小熊啊 小狗小动物的配件 但是这样的熊就是油光水滑的皮毛和这样的一个表情的这个小熊 在所有的配件里面独树一致 因为它拥有它自己的名字 就叫超斯贝尔 除了老鱼的这一只 我们还发现了两到三款都是跟这个超斯贝尔有关的 我自己也有一只就是跟这个小熊有关的一个娃 但是因为疫情现在卖家还没有给我发货 虽然我们不太清楚这只小熊的来源到底是什么 但是无一例外的是跟这只小熊相关的娃都很贵 说到这里就不得不再次感谢老鱼的慷慨分享了 老鱼现在拥有的娃不说是整个亚娃圈吧 就说国内的亚娃圈真的是足够让大家大开眼界了 就是那些闻所未闻见所未见 有可能见过一两次 但因为价格昂贵根本就下不去手的那些娃 老鱼它都有 今天是五月第一天 我们把这个视频放在这里的原因也在于此 因为这个真的足够豪华 足够隆重 足够美丽 再次感谢老鱼和它的混乱熊 大家五一节快乐呀